你有寫得多怪歌 有嗎 有 他一定要強調 他不只會寫出新歌 真的嗎 我賣給別人的歌都是正常的 不是 他都是寫了之後呢 然後有一種很好聽的歌 然後他也把它賣掉 賣掉之後他還跟我講說 我上個月賣一個歌給誰唱 我都覺得 好不容易有正常的歌 你為什麼不自己留著 我想讓別人試唱看看 對啊 就是這樣 然後自己留一堆怪歌這樣 對 因為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唱 就寫給自己唱很好聽的歌 然後有一個部分是 可能比較玩音樂性質的歌 可能之前發了兩張會覺得 想要做一下那個部分這樣 所以就寫到一些 自己覺得還滿特別的 就是可能 別人沒有聽過這種類型的歌 就覺得好厲害 就收起來 然後就寫到一個很好聽的歌 我就覺得這個就賣了吧 對啊 這個就賣了吧 很好聽這就賣了 你們是作曲作詞的 這個現在很好聽就賣了吧 對啊 所以我就苦苦的 等了兩年到現在 到現在專輯還在 我們還在 賢 在這個地方 好歌都賣了 好歌都賣了 然後剩下 好歌都賣了 剩下很特別 很特別 我只能說很特別的歌這樣子 對 所以大家很多人在問說 為什麼方久明兩年不出唱片 對 為什麼 就是在等是不是 就是因為 怪到我頭上說 為什麼我兩年不幫他發唱片 其實我一直在等 我一直覺得 我應該給他空間去發揮這樣 你看起來 動作還有個性 都比較像一個年紀大的人 所以說很慢嘛 對啊 真的嗎 所以說 對啊 然後 去他家就很多那個 你知道嗎 那個保健食品啊 他說黃哥 我跟你講 這個顧眼睛 然後這個對血液循環不錯 這個呢 是防失憶症就對了 對… 真的真的 真的有耶 真的有 銀杏 他就這個 好奇怪的方久明喔 老人 老人 不是 是一個老靈魂 年輕人 老靈魂 來 我們來看看綠茶 今天要帶來這幾年以來 他沒有在唱歌 沒有在幹嘛 他就在練筷子 你練這個是不是為了以後 出片的時候要上節目用的事 沒有 這筷子是 我在加拿大學泳春拳的時候 你在加拿大學泳春拳 對 會老師教我的 我覺得 中國小孩在外國都學一些 都想變李小龍對不對 會 就 就這麼一根筷子 我就往前面一打出去就斷掉了 我先試一支 會反彈過來嗎 不會… 不會 你射了我了 你完了… 我真的就 這邊斷掉了 而且他正好打到他老師 你們怎麼樣… 沒有…OK 一定很痛 很痛吧 一定很痛 馬上流血了 這真的是有厲害的耶 真的是往前面打出去 震動那個筷子斷掉 這要練多久啊 是 我練差不多半個月 半個月就可以 所以你力氣很大囉 沒有…就是你要… 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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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個什麼 在家裡就這樣…這樣…練 這樣…練 練練 你怕什麼 阿彪老師會怕 真的 來 我試試看吧 厲害… 厲害 這真的很厲害 這筷子我們這樣撥都撥不斷耶 對 剛好覺得 我在懷疑他可不可以做得到 結果 對 上帝就是跟你說不要懷疑 不要懷疑 不要怕 只要信 對 這真的滿厲害的 他在錄音的時候也有這樣練嗎 他在… 他在錄音的時候 他比較多是在跳舞 譬如說唱一首歌的時候 他… 他有些時候是一首快歌嘛 他想… 他希望能夠比較有情緒一些 結果他跳比較多 然後情緒的表情 其實沒有表現得出來 所以還就一直在跳舞而已 在錄音室 他常常表演是這樣子 所以這張專輯裡頭有跳的嗎 這張專輯完全沒有跳 完全走抒情版的 輕快版的 那你不是很難過嗎 你現在要跳一下嗎 可以嗎 來… Yeah MILLA的半天 好… 好… 欸 熊姆姆有沒有看你跳一下嗎 他有來跳嗎 對啊 你會嗎 這不要 那等一下 沒有…就開始跳了 Come on Come on 來 來 男子女的琴 來 而且我是比較那種 我會我會 你會嗎 就是在舞池裡面聞 就是大家都在跳 我就 就是通常是被拉進去 然後大家就跳到跳我就 有啊…剛才有 那剛剛這樣也不錯 這樣 對啊 還是 當然還是唱歌好了 放… 好好笑 你看他走出來就是一個 老靈魂 老靈魂是不是 真的是一個老靈魂 我的媽耶 對 回去寫一首老靈魂好了 老靈魂 你真的寫一首歌老靈魂 對 我們今天呢 綠茶等於說多少年來 第一次出專輯對不對 對 好 等一下唱歌的時候 三位老師都要來評一下 那我們先從 你 好的 好的 我們先來這個 討厭一下 好的 薛中銘老師更緊張了對不對 蛋了 我覺得老師帶 帶自己的弟子出來的時候 唱歌的時候 他們在台上啊 其實老師最緊張對不對 對…非常緊張 尤其在別的老師面前對不對 來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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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愛 愛 謝謝 別緊張… 來… 我覺得一個新人要唱歌的時候 進錄音室 即使他歌唱得很好 進錄音室 都是一個完全新的唱歌方式 應該是老師會把藝人弄哭 藝人也會把老師弄哭對不對 對啊